如何单独升级飞行器 在升级前,请将飞行器与遥控器的电量充至满电 使用USB数据线将飞行器连接到电脑 开启飞行器电源 运行DJI Assistant 2软件 登陆DJI账户 选中已连接的设备 等待调三工具拉取升级列表 点击升级按照升级步骤 即可对飞行器进行固件升级 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飞行器电源或触碰连接线 等待升级完毕 如何单独升级遥控器 使用USB数据线将遥控器连接到电脑 打开遥控器电源 选择已连接设备 在固件升级页面中,点击升级 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遥控器电源或触碰连接线 等待升级完成 如何同时升级遥控器与飞行器 使用USB线将遥控器连接到电脑 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电源 选择已连接设备 此时,您将看见飞行器与遥控器的固件版本后 选择最新固件 点击升级 按照升级步骤 即可同时对遥控器与飞行器进行固件升级 若出现反复升级整级失败 或飞行器与遥控器无法对平的情况 很大概率是由于飞行器与遥控器的固件版本不一致引起 此时建议对遥控器与飞行器单独进行升级 并将其升级至最新版本 如您遇到任何疑问 欢迎搜索大江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